海淘法师救护众神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这个写燕共遗鬼的这段故事我还是要讲一下 那我虽然我念那么久了大家都会背 我这次问这位90岁的所见人伯切说 这个燕共遗鬼哪里传来是你写的 他说不是啊 我讲给你听啊 在他们习经 开创习经佛教有四个圣者 一个就是第一次国王 另外还有三个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来 拉尊千普 如果你上网可以称一下 拉尊南开极美 但是当地人就 就以拉尊千普就是菩萨的意思 他叫拉尊南开极美 他说呢 他是一位大修行者 他是一位王子 国王的儿子来出家的 从西藏到他们习经来传播佛法 然后呢 有一天 他去山上闭关 闭关了一个多月 老百姓信徒都没看到他 那大家想说 这位拉尊千普 现在闭关哪里了 不见了 是不是回西藏 正在找他的时候 他们悬崖峭壁 那个拉尊千普 就变成一个神一样 从上面飞下来 他身体是蓝色的 一只手拿着那个骨头 吹就是招请很多鬼魂 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摇骨 超度他们 从嘴巴就念出这个燕贡仪轨 所以当地人就说 哇 这个燕贡仪轨 就是三神所视线 所以现在叫三镜燕贡 这莲花生大事传下 是从这位拉尊千普 视线神通 天上飞下来的时候 念出来的仪轨 然后老和尚 各位会念的那个一百多页 十四页的 是捡鬼 所以老和尚就说 这个仪轨很有加持力 所以他这次给我一张 拉尊千普的相片 下回就copy给各位 好不好 你去帮我保免贡 你就扎一张去 因为他的燕贡仪轨 他是一个创始人一样 所以他也是莲花生大事的化身 那后来我就 我也跟老和尚说 现在不是光燕贡 这个现在生病的人很多 而且生病的众生也很多 然后呢 听说莲花生大事有要事佛的仪轨 所以他就传这个仪轨给我 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很受用 所以各位呢 我念一遍 各位也念一遍 好不好 就代表老和尚 说起来那么些传给我 我透过我的嘴巴 希望你们大家一起都念 有情患有身躯病起时 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 心无疑虑 专医和其寝 连师以药师佛 无恶别 若非受尽 障碍必消除 无精连师 慈悲我其寝 所愿任运成就 其加持 那各位我做成小张 各位放在口袋 下回会做成塑胶印子板 背面印的是连丝的相片 连丝药师佛 它显现药师佛的蓝色 右手拿着药草 然后呢 背面就印这个 各位随时戴在身上 好不好 然后呢 做药供的时候 看人家生病的时候 就提醒连丝药师佛 加持 然后就念这个 咒语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慈悲啊 把这个仪轨 我们一起念三遍 好不好 没拿到的 许首 有吗 都有 有一位没拿到 好 希望大家都要有 为什么 我们得到一个法 一定要发愿传下去 好不好 你尽管这个法 不要断在你手上 那或许你会问说 那我可以带别人念吗 那因为 说些人不切传给我 我带各位念 那各位也得到这个传承 那你也要带别人念 好不好 那这样就把这个法传下去 所以我跟老和尚求这个法 老和尚很高兴 他说 很少人要叫这个法 但是因为我们在医病人 你想要帮助生病的人 或是病苦众生 当然要去求这个殊胜的法 当然我求这个法是比较长 长的仪轨 那平常你就念这个短的仪轨就好 哪一天如果你愿意修长的仪轨 那更慈悲吧 那我认为 后来我问老和尚 这个传承广不广 说大部分在灵马的教派 如果对要事法门 或是连事的法门 都有这个传承 只是说 我们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传承 基本是一个菩提心 而不是说我求这个我自己用的 那就像这么多人 几百万人得癌症 你去求到一个癌症药 不是要来申请专利赚钱的 我们求了这个药 要广传 免费 对不对 希望得癌症都好起来 得到暂时的快乐 将来也能够成佛 那这个就是菩提心了 那这样我们来求法就有意义了 所以希望各位 你去得到了各种的很好的传承 那你应该广传 透过你的关系 给你的亲戚 给你的朋友 然后 所以你会觉得说 我有透过我 我也可以把法传给对方 重点呢 只要你有菩提心 那 诶一下 以佛心为己心 那就对了 我想大乘佛教没有份在家出家 只要你有一个 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菩提心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法传下去 以师制为己制 莲花生大士 那是这些尊贵的慈悲的师父上师 他就是要弘扬佛法 所以我也要推动佛法 去实践 我想我们的社会 必须靠我们大家来关心 而不是说哪一个教派 哪一个出家人 那我们法伯提心呢 面对的是众生世界 那所以现在人病苦多 那莲花生大士 有特别感应 但是老二上跟我说 最好怎么修呢 就是说 连世药师佛念完 念 连世药师佛心咒 还要再念 药师佛咒语 那药师佛咒语 最好念我们的长咒 因为他念给我听的是 我们在念的 那么波及法地毕萨 是这个长咒 然后也念三遍 那这样呢 那观想 那个时候就观想 诸佛菩萨 都融入在莲花生大士 然后呢 诸佛菩萨变成药师佛 再融入莲花生大士 也可以 那如果你有正确观点 然后呢 这些莲花生大士 又融入在你身体 你就变成 莲世药师佛 然后呢 从你的心间放光 放光 去帮助那些 正在生病的 贫穷的 还是呢 被鬼魂 鬼魂也很痛苦 要超度他 从你心间放出蓝色的光 帮助他们 所以大家以这个悲心 来 一起来 齐请念诵 有情患有身躯病气时 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 言共 心无淫欲专一而其轻一而其轻 连世医药师佛 无而别 若非受尽障碍 必消除 无尽连世 慈悲 我其轻 所愿任运成就 其加持 有情患有身躯病气时 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 心无淫欲专一而其轻 连世医药师佛 无而别 若非受尽障碍 必消除 无尽连世 慈悲 我其轻 所愿任运成就 其加持 有情患有身躯病气时 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 心无淫欲专一而其轻 连世医药师佛 无而别 若非受尽障碍 必消除 无尽连世 慈悲 我其轻 所愿任运成就 其加持 一心念 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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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s notification 马云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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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马云赏 马云赏 英 reject 全买赏 马云赏 马云赏 大家 念三遍 幼师佛 咒语 观修所有现世者 往生者自己 发挥内外各种友情 得到莲花生意 要是佛合为一体的加持 来 能莫菩萨斯 菩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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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祂皆得到莲花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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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祂皆得到莲花生意 当祂皆得到莲花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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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排位绕一绕 再拿到外面 特别我们今天 大家发菩提心手 八万再接 然后呢 一起又广修功德 一起又一起修仪轨 请问那个力量大不大 这可大 你赶快跑到法师面前 呼呼呼 这样 哇 这个加持力大了 所以等一下 他排位绕完 也绕一圈 好不好啊 大家就 因为 佛法就是这样 来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互相帮忙 好不好啊 互相依靠 没有你就没有我 所以伤害别人 就伤害自己 保护众生 才是保护自己 佛教的 究竟就是为了如此而已 所以发菩提心念佛 就是为所有众生念佛 当然 因为我的妈妈生病 她身上有冤亲在主 那如何让这个冤亲在主高兴 刚刚讲过 就以冤亲在主的名义 发菩提心 我以冤亲在主的名义 现在要念钥匙经 钥匙仪轨 所有众生都得到利益 这个冤亲在主高兴 福报很大了 所以 那这样他就会消冤解决 妈妈也会健康 那各位我想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机缘 去圆满 好 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就是说 一有空 除非你现在在精进 我要念经啊 干嘛 一空脑筋就保持这种利他的心态 随喜 就像说 今天你没有来参加法会 家里有事 你知道那边道场正在办一个很好的法会 内心随喜它 为什么 希望我们这个随喜把这个县接好的龙鹿地狱道 对不对 龙鹿二轨道 越多人关心地狱道二轨道 越多人关心我们的社会 社会就多了更多的进化 进化 所以我每次帮人家写牌会 我都在观修 供养所有生邪 照所有佛像 所有功德普接随喜 那龙鹿给他跟他的冤亲在主 那这做我们该做的 这样你就修了一个悲心 也修了一个 不舍众生 永远记住 不舍弃对吧 所以各位刚刚读了大宝基经 大宝基经 各位一定要请来读诵 像我们不动如来 因地 如何如何 都是从大宝基经里面出来 这个大宝基经可以说 所有佛陀讲的经典的精髓 叫大宝基 基在一起 这样 所以里面有很多要点 而且呢 很多要点都是 事法事法 怎么做怎么做 太好了 那各位如果你把宝基经看完 你会觉得菩萨道 那你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怎么做 而且各位刚刚念完一遍 我替各位高兴 我在里面听 哇 祝宋 各位祝福福 读诵大宝基经 多少人没机会看到来 而且告诉我们菩萨道的方法 哇 太伟大了 特别各位念到大悲品 释迦牟尼佛告诉穆建年 怎么样发悲心 怎么实践愿力的 那这些如果你知道的 那你就要去实践 所以能够找到这条路 太好了 这个道 菩提道 那再来我们就如何去实践 所以用各种方法 再来 各位手上有没有一张六道轮回图 没有了再举手 再发给各位 那这一张六道轮回图呢 就是希望各位呢 能够经常看 以后就背在你脑海里面 因为这上面 我特别注明 字比较小 因为这个是天道 这个是阿修罗道 中间 贪 撑 吃 鸽子代表贪 蛇代表撑 鸡代表 吃 还是猪 都可以 然后呢 流轮回的过程 那当然各位可以 右边代表佛陀 如果硬在左边 就是代表阿弥陀佛 那你只要按照佛陀的方法去实修 我们就可以脱离 炎魔鬼王 甚至无常大魁的掌控 那中间代表贪 撑 吃 再来代表六道轮回 但是会轮回呢 根本来自十二因缘 无名原形 行原事 这上面有图啊 那各位要经常观想 底下这句话是我写的 捏一下 来 贪 撑 吃 三毒 心 不 除 六道轮回 永不停止 所以要如何 来 断恶 修善 一心念佛 得生净土 普度众生 我们很有福报 我们了解佛法 所以断恶 修善 发普利心念佛 往生净土以后 趁远才来 普度众生 那后面也把六道轮回图 简单的图解 写在后面 但是基本上各位 如果一个人 能够了解六道轮回图 这个人就算开悟了 他如果他不去做 那是他的事了 那是你生命的责任 你必须告诉他 轮回的因是什么 就是来自于贪嗔痴 造了黑夜 你就像三二道 造白夜善夜 你就像三善道 但是无论三善道 三恶道 都不能够离开轮回 为什么 因为有个无名 我执 我是天道 我是人道 事实上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你执着有一个我 那你就会再轮回 所以有无名 这个我执 那你就会造业 造业就有轮回的意识种子 那你就会来投胎 名色 有了这个精神肉体的 名色体 就像个瘦菌卵 将来慢慢你就会有六根 那有六根 你就会去接触 六路远处 有接触就有感受 有感受呢 苦涩热受 舍受 就像各位喜欢谈恋爱 喜欢有钱 喜欢人家跟你讲好话 喜欢吃好的 这个都是一种受 那你就会贪爱 贪爱就变成执着 执着就会有轮回 有轮回 那你就会生老病死 忧悲苦恼 然后就一直在轮回 所以无明灭则行灭 所以我们超度众生 那你就要念这个 舌云远法 流传法 跟环灭法 那各位我一定要 各位一定要多看多背 然后呢 讲这个方法 告诉别人 然后你平常日常生活 你是按照贪嗔痴 再堕落三界六道轮回 还是你要按照佛法身 那代表菩提心 大悲心 空性 再转化 脱离三道轮回 六道轮回 还要成佛度众生 你现在是在无明言行 行原事 还是到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灭 这种 还灭 不要流转生死 要断除轮回 不然这个叫轮 这个生死之轮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转法轮 转法轮就是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断除贪嗔痴 四圣替法 我们要断除贪嗔痴 勤修八正道 就像我们今天 大家说吧 晚再见 不然我们永远在 阎罗摩王 无常大会所控制 所以我们要断恶修善 一心念佛 往生净土 趁愿再来 基本上我们 就像各位今天 慈戒不施 忍辱等等 那这一章 按照经典 是戒律 规定要贴在 任何寺庙外面 这是戒律 所以我们现在 会印大张一点 然后贴在各中心 各位如果 下回印给各位 像日益那么大 各位就贴在你家里 好不好 最好贴在家里外面 让小偷看一看 再进来 看完他就走了 所以你就要 互陪一下 太阳不怕水 贴在家里外面 利益众生 那你们家贴小张了就好 因为你自己会了 但是慢慢也让你 你要有耐心 各位跟我这样 做爸爸一定要有 跟儿子交谈的机会 了解吗 做太太要跟先生 谈佛法的机会 要这样 当然你要谈得很细 很细 一般人喜欢听因果 为什么眼睛大 为什么发财 为什么皮肤白 那你要从这个 最简单的因果 告诉他 我们之前出的书都有 但是以就近的佛法来讲 那就是要脱离 轮回 轮回的根源 来自于探神词 造善业 三善道 那三善道的情况 是什么 三恶道的情况 是怎么样 你要了解 你要就近脱离轮回 那你贪嗔是从哪里 就从无名来的 那你这个无名我知 你要怎么跟他分析 那这样你就脱离魔的掌控 你就可以成佛 往生净土 那我想一心念佛 有各种广义的解释 不是说一心念佛 就代表念要师佛 念阿弥陀佛 那不是一心念佛 就是有出力心 大悲心 最好有菩提心 这样来念佛 念法念身 就像各位今天看经典 读诵经典 好不好啊 不可思议 来 读诵大乘经典功德 供养三宝 回向众生 现世者消灾 往生者离苦 三徒同离苦 愿邻居左右 整个世界 所有法界 同享发菩提心 读读读读经典功德 深信英国 劝大家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转法轮 那各位要去实践 所以这张发给了各位 那各位手上还有一张 滴水功德 有吗 小张的是吗 小张的 那字比较小 那明天我们在新竹 还会再讲一遍 那也不能不讲 那这里面有一个 各位之前没读过的 就是功德回向 滴水计 我在去印度之前 有在新殿 讲了一次 那在这边 我还是要重复一次 因为希望大家 广传下去 好不好 所以我这一次 印度习经 每一个藏传 佛教的寺庙 只要叫我讲课 我就要讲一遍 然后请他们翻译成藏文 再翻成尼泊文 你看乱麻烦 那至少把这个法要传下去 为什么这个法很重要呢 这是出自己巴历文的一部 叫《墙外经》 所来注意听 佛陀在世的 摩多杰国的国王 秉博撒罗王 归佛陀以后 非常发心 供养三宝 连他的王妃都送他出家了 他最爱的 最美的 都让他去出家了 这样才护持三宝 那有一天 他特别到寺庙 做大供养 供水 出家人先供水 供饭菜 供衣服 甚至呢 出家人越来越多 在竹林金色 盖房子给出家人住 他做了很多功德 心情很好 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 居然听到很多 恶鬼道的惨叫 他觉得很讶异 我做什么功德 怎么做恶梦呢 隔天上午 我就跑去找佛陀 佛陀 我广修功德 为什么做恶梦 佛陀就说 虽然你广修功德 在过去过去 扶杀佛在世的时候 你的亲戚朋友 那时候你有一对亲戚朋友 毁谤三宝 阻止人家不失 共生打灾 结果呢 堕落地狱 堕落地狱 无量事受苦 终于到前一世的佛 迦瑟佛 世心的时候 他们才有机会 脱离地狱岛 所以下地狱那个时间 没办法算了 没办法形容 然后从迦瑟佛 入涅槃 一直到我 释迦牟尼佛出生 这两万节 他们在诡道受苦 所以毁谤三宝的恐怖是什么 所以有一句话 你宁可把整个世界的人都杀光光的恶业 还不如你毁谤三宝一句话 太恐怖了 各位要记住 你把全部众生的六道众生都杀死了 这个恶业很重 但还不如你毁谤了三宝的功德 这种罪业 你毁谤楞言经 你毁谤密宗 你毁谤人家在修行 那你就等于把全世界杀光了 的罪业 所以因为他们毁谤三宝 才会在无量节受苦 然后也无量节做恶鬼道 那宾伯沙都王 那今天你成为国王 三宝弟子 护持三宝 但是你的亲戚朋友 得不到 所以这部经叫墙外经 他们在墙外面 得不到你的功德 所以他们就很痛苦 因为他们很想离苦 也很饥渴 很痛苦 那国王说那怎么办 那佛洛说 国王啊 你就拿一瓶水 我教你怎么做 因为这个水 你就把它 功德 在回向的时候 像南传佛教 各位都有看到 滴下去 那这个水就会渗透 如果你再把它 迫在地上 渗透到最深的 土里面 角落 河里面 大海里面 都有这个功德 然后不然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到底哪一个 祖先没超度 我们在哪一室 有个阴晴在 祖先还在做鬼 我们哪里知道 对不对 不知道 就算你有点小神通 可以看几世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看到 过过过过去 佛就看不见了 所以佛洛说 国王 来我教你 那所以 那个时候 佛洛就教国王念 这个功德回向祭 那正在念的时候 当国王正在灵的时候 那佛洛用神通 让他看到 这些无量式的亲戚朋友 他在布施水 以这个布施水 给出家人洗澡喝的时候 回向给他们 突然他们就在一个 大游泳池 像八功德水一样 在那边 哇好快乐 每个人喝了 这些甘露水 他们就变成天人身 身体发光色 然后佛洛又带着国王说 那你要把供灾饭的功德 回向给他们 然后国王念 我把这个供灾饭 也布施给我这些 冤亲在主 那他们每个都吃饱饱 就像吃到天上的甘露一样 然后佛洛说 你还有功德呢 加沙 你有供养加沙 不是 那佛洛说 我也以供养加沙功德 回向雷杰雷 是冤亲在主 然后所有的这些 他的亲戚朋友 冤亲 马上穿了黄金色的衣服 然后佛洛说 你还有供养给出家人住的 然后他就念 我出家也回向雷杰雷 在主 那他们都住到天上去了 各个升天 各个都有皇宫 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 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今天晚上回去各位要做 好不好 拿一罐水 就打开 就开始淋在一个盘子上面 最好那个盘子 这个水杯不要太大杯 要淋到水满出来 溢出来 最后再把这个水 泼到河里面 泼到土里面 好不好 然后等于他就会一直渗下去 渗到最深的地方 最远的地方 然后呢 就代表说 无量无边的冤情在主 统统得到了 所以国王 哇 亲自 因为佛陀神通的加持 看到亲戚朋友 升天皇宫 高兴啊 那所以就传下来 在缅甸啊 斯里兰卡 特别泰国 但是我们汉传佛教 大概没有犯到这一部经 那至少我们有回向 但是因为经常有人问我说 我已经很打拼败用了 要去问贼公 我还有完亲贼主 我说我特加也有甘利 所以我每天都写一张牌位 老实说你家里住台北市 今天来板桥塑巴万载界 你板桥累世的冤心在主 马上附在你身上 这次我们去印度洗津 轮流生病 一下那个病 一下那个病 我们站僵师 哇 病得快发疯了 他头痛 吐啊 受不了 我的止痛药全部给他吃了 为什么 洗津有五个亲戚朋友等你了 就是这样 然后就所以赶快回向 然后就OK了 另外一位女居士 本来好好的 早上还给我说 我状态好得不得了 结果到了铁丘仁波县那边 马上混斗在地 然后就躺在大殿 头晕眼花 然后急剑急剑 赶快打电话回来问季工 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季工说 五个杀业在主在他身上 他在皇宫的时候 下命令 杀死五个人 终于等到你了 各位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就赶快给他写牌位 做什么功德 放生一千只鸡啊 写一写一楼 我就知道 没问题啊 到了晚上 他先生说还好 隔天早上 我一条鸢就出来写了 所以我的意思 我也是一样 我到了洗金 我觉得心情不太好 我努力超度 因为他们跟我说 我以前也是洗金 做过投胎的两次洗金 还没有去过 说 舒服那边都在等你 我屁的屁的很暗 走吧 你也不能不去 就去了 很努力超度 下大雨啊 在皇宫里面 大超度 特殊关系 不能做的 结果我回去以后 还是没解决 为什么 心情不太好 后来 有两个为我自杀的女人 我这个严重 这个叫秦才才主 那一天晚上 我也没什么睡 我就把他们排位写好 跪下来 我过去对不起你们 磕头 让你们为情所苦 我终于回来了 我要向你们忏悔 首先明天早上 为你们各供七朵莲花 杂坡就爱灰啊 然后呢 为你们供养最好的炼珠 给比丘尼 因为我怎么不可能炼珠送给他们呢 供养 然后我帮你做什么 希望你原谅 而且我已经发誓了 深深适适 不谈恋爱 不敢再让女人受苦了 所以回想给你 因为我早上坐完就觉得舒服一点 比较好睡 结果我还打电话问 你说叔要不照顾 你又说两句话 他们爱听 后来我就这么想 这是怎么办 后来我就说了 我还是跪下来 好 愿你们 因为他不去极乐世界 原来他要去东方净土 他不去西边 他要去东边 后来我跟他说 愿你们去东方净土 回来以后 你们做我姐姐妹妹 我们一起努力求行 姐姐妹妹就没时间感情了 那我呢 一定好好休息 说得很轻轻小气 结果听说 糟糕了 我心情好 没缺人坐 所以各位老实说 当然我这样讲 你可以相信 也可以不相信 你相信代表你有善根 然后我觉得心情很奇怪 很舒服 很舒服 不然你就会觉得好像 不知道欠人家什么 对不对 心情不好 因为后面有情在在处 在跟你 你一定 不是身体不舒服 而是心情不舒服 很痛苦 但是我觉得这样超度以后 太好 我这样讲 所以我就 可以用我的经验 去教人家怎么超度 知道吗 所以各位哪一天 如果有人说 你有情在在主 那你就要怎么做 你不能光放生 放生 又跟感情没关系 放生 要跟感情有关系 我去送漂亮衣服 给女众 对不对 我去送衣服 给什么什么 我去帮你供女众 加沙 对不对 这是属于 这些感情会快乐的 等等等等 然后又给他忏悔 又给他发愿 那我认为万法 唯心照 就算他是个假的 但是我心情变得很好 心情很舒服 因为我已经发觉到了 这个男人有外遇 都是因为他有情在在主 如果你没帮他超度 他这个情在在主 一定来找他 那你先生就跟别人跑了 这没有第二条路 这个女孩子还没谈恋爱 如果你帮他 各位你一定要 你女儿要去谈恋爱 你要先写身上的感情在主 有没有都没关系 帮他做做功德 对不对 那他没欠人家感情在 他就不会被骗 了解吗 但是往往我发觉 婚姻不好的 或谈恋爱失败的 我问他们 都有感情在主 身体不好的 杀业在主 好 来 念一下 发挥功德 回家 香港梁博明 脱离痛苦 早得往生 那我去印度之前 先到香港 那我们香港这位梁居士 他我们做大烟共识 在他的地方 这样 但是以前去的时候 他就标榜 他的房间有杀蛇的相片 因为他是一个黑道 然后呢 很喜欢去杀神 他还标榜 那我们也不能舍弃他 经常劝他 劝他 不要挂那个相片 不要再杀神了 这一次去 他对我们很好 因为他吐血 他可能有癌症 但他不知道很严重 吐血 然后他问我师父 你帮我 我说我会极力帮你 但是昨天传来消息 他已经拓散到全身了 没救了 因为他杀业太重了 那我也帮他请示一下 他们给我说 不是光这辈子杀 上辈子专门杀牛的 哇 这严重啊 所以他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 就不断的回想说 减低他痛苦 赶快往生 我们帮他去极乐世界 这样 他借我们场地 从不甘愿到欢喜 这时间 至少做了一百场 大烟共在那边 然后不是光我们做 是因为我们做到出民 香港没地方做 就是那个地方做 所以所有上司都去那边做 所以他就累积了这么大功德 他太太也是得癌症 他也是 但是他这一次是没办法救了 至少我们减低他痛苦 赶快无病舍报 对不对 愿梁婆明 消除病苦业障 放下身心执着 往生净土 有时候也不能太求活 因为很痛苦 像我的妈妈 我都经常祈求她 睡觉就走了 那我妈妈很难走 因为我妈妈 很执着她四个儿子 她随时要掌握状况 然后呢 只要有一个哪里不好 然后我妈妈就很烦恼 这样 那也没办法 所以身体是可以退休了 她心不退休 所以这一点 我们就觉得 她白受很多很多很多的苦 但是我也没办法改变她 我只能说 一直帮她回向 修功德 甚至有时候 我会观想我妈妈在我面前 我就跟她说法 给她念 我马里北面后 转她的心 放下放下放下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妈妈要放下 儿子很难 但是就是尽力而为 但是因为我妈妈的苦 可以让我修悲心 我才知道说 生命真的很苦 女人执着爱情 亲情也很苦 我就永远不想放松 所以我妈妈随时有状况 随时有状况 当然我也不是执着 那如果我没有我妈妈 这样我就不会这么认真 所以海盗法师 现在有个法师 海盗法师 你现在都没有在讲经 干嘛 每天在超度 你每天都跟什么鬼 在一起 你每天还找那个 什么通灵跳档 我都很惭愧 我都没那么多 因为这个状况太多 我现在努力做这个 我说没关系 人道有你度 鬼道有我来 我尽力而为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冤亲在主超度了 人就好解决了 对不对 就有福报了 冤亲在主不超度 这个人就很难 只是我妈妈的冤亲在主 好像蛮多的 一下那个去那个又来 我跳档不完 因为没办法 而且我知道说 那些鬼找我妈妈 是找对的 找他我就会出命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 各位你功德越大 这个真的要很细心 我们昨天前天吧 很晚很晚才从印度回来 一回来我就马上被鬼附生了 我在印度还好好的 当我坐飞机 有感觉到腿痛 一点点痛 回来台湾以后 痛到醒过来 痛到吃止痛药 你看多痛 但是我知道那个痛 不是我的痛 因为它是几分钟 跟你抽一下 几分钟跟你抽一下 那种痛 就知道这个是鬼神 鬼神 后来就是问一问 我是拔杯 原来都没超度 跟了一大堆 各位跟对人 我们战友师也倒了 我们好几个都发分了 为什么 因为没给他们超度 这个从习经出来 从印度坐飞机 要到新德里 就在那个飞机上 我脚就痛 我就知道 印度的众生更多 印度被杀的牛 羊 习经比较少 但是这些众生 找我们 我们虽然一点点痛 但是我们才可以感受 他的痛 所以我到了晚上都会 这两天都会有一点抽痛 一点点 我就跟他说 我会努力 明天要去板桥 我写大牌位 印度所有 往生动物 亡灵 习经 后天还有新竹 说完脚懵懵就睡着了 你要对得好一点 这是我的经验 我昨天就没有痛 我就睡到天 前天 大前天都是吃止痛药 我很少吃止痛药 因为我不喜欢吃 但是实在很痛 那没办法睡觉 所以 当然你要问我说 吃哪一种就不会痛 五分钟就不痛 咳嗦 我以前又送给老菩萨 这是我去问来的 痛不护作用的止痛药 特别酸痛的时候 吃一两颗就不会痛了 再贴个药膏睡到天亮 明天再去找医生按一下 对不对 不然你痛到天亮 你没办法作业 特别腰痛 特别突然的这些痛苦 然后 这也是个方法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防疫的路上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要一起养成 勤洗手戴口罩的好习惯 一起配合食联制 接种疫苗 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 在我们身边 戴着口罩 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 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 医护人员 也有可能是协助 疫苗运送的机组人员 你我身边每个人 都曾在防疫里 尽一份心力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彼此 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 防疫态度守护对方 不要让歧视与攻击 消耗了我们的能量 我是唐启阳 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 我们一起团结防疫 并肩同行 小豆的山羊妈妈 小豆乖 小豆乖 来喝点小米汤吧 然而 婴儿小豆轻抿了一口米汤后 依旧不停地哭着 她边哭边摇着头 一下子将母亲手中 勺子里的米汤给碰撒了 怎么样 她还不吃吗 是啊 这下不知如何是好呢 若持续下去 小豆会饿坏的 怎么 还没有奶吗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几天 我一点奶都没有 而小豆她又不肯吃米汤 我都不知道 要如何处理呢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得赶快想想办法 我已经试过好几个偏方了 可就是催不下奶奶 原本我想去别人那里 淘点奶水来喂她 可是我们此里这段时间 除了我们就没有哺乳期的母亲了 来 小宝贝 求求你喝一点吧 算了 既然她不喝米汤就别喂了 但总不能让她就这么饿着呀 再不吃东西 小豆可就饿坏了 我有办法了 我这就去给小豆找奶来 妈 这是要去哪里找奶啊 我也不清楚呢 就在小豆父母疑惑的时候 奶奶很快便端来了一碗奶 妈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奶啊 你先别管我从哪弄来的 先看看小豆她喝不喝吧 来小豆 奶来了 快喝奶吧 当盛着奶的勺子递到了小豆嘴边时 小豆似乎闻到了气味 她竟然一下子停止了哭泣 然后张开了小嘴 奶奶急忙把奶喂进了她嘴里 来呀 赶快吃赶快吃 小豆她终于要吃了 是啊 看来只有奶她才会喝啊 饥饿的小豆 很快便将那碗奶全部喝完 吃饱喝足的她 美滋滋的睡起了觉 我的小宝贝 你终于吃了一顿饱饭了 是啊 你看她 吃饱后也不哭 也不闹了 就知道乖乖的睡觉 对了 妈 你刚才给小豆喂的是什么奶啊 我们家的那只母山羊 不是刚生下小羊羔吗 我刚才是挤了碗羊奶喂小豆的 既然小豆愿意喝羊奶 那以后就不用愁了 是啊 以后让她喝羊奶就可行了 然而 几天之后 那只母山羊一见有人靠近自己 便露出一副胸像 低着头 露出鸡脚 摆出一副要与之拼命的样子 哎呀 老公 你快来啊 你看她要干什么啊 我来了 你这个家伙 给我老实点 你今天有得罪她吗 不然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凶啊 我哪有得罪她 今天我一走过来 她就像如临大蝶似的 摆出这么一副架势 我知道原因的 这只母山羊是不想让你们再挤她的奶了 啊 为什么呢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 这几天 那只小羊羔经常咩咩地叫个不停 它那是饿了 母山羊的奶被你们挤走一部分后 剩余的已经不够小羊吃了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吃饱 它自然是不会让你们再来挤她的奶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就把它交给我好了 然而母山羊毫不畏惧 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再吃不饱 而面对倔强抗衡的母山羊 父亲想尽办法也无法挤到奶 这 这个家伙还 还挺难对付 哎呀 小豆又饿了 这可怎么办啊 你放心 今天我非记得她的奶不可 又来了 我们这样用强硬的方式可不是办法 那怎么办呢 一听小豆哭得更响了 他真是饿坏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说完 他快速回到了屋子里 将大哭不停的小豆抱了出来 母山羊听到小豆的哭声后 不柔的又愣了一下 然后寻说望去 奶奶抱着小豆朝起走了过来 然后站在了母山羊的面前 母山羊看着奶奶怀里哭泣的小豆 眼神开始变得缓和了起来 你看 我的孙子没有奶喝 只能饿得不停的哭着 我知道你心疼你的孩子 怕你的孩子吃不饱 我们和你一样也心疼自己的孩子 你也看到了 我们的孩子吃不饱 也是不停的哭着 所以我恳请你分一些奶水给我们吧 赶快挤奶去吧 他已经答应了 哦 好的 你放心 我就挤一点 就一点 会多的 母山羊轻轻地咪咪叫了两声 算是答应 挤好后 母亲用奶瓶给怀里的小豆喂着奶 羊圈里 母山羊也给自己的小羊膏喂着奶 母山羊看了一眼 羊圈外母亲怀里的小豆 然后咩咩地叫了两声 母亲怀里的小豆听到后 竟然露出开心的笑容 你看小豆有奶喝多开心啊 妈 那只山羊开始不让我们去挤他的奶 但你只和他说了几句 他便听话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下父母同爱孩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虽然他是一只羊 但也是母亲 他看到小豆哭成那样 也是于心不忍 于是便同意把自己的奶分给小豆一些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在羊奶的哺育下 小豆无忧无虑地健康长大起来 或许是因为他从小喝羊奶长大 因此母山羊对他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呵护有加 小豆妈妈 你能来我家帮我个忙吗 啊 小丽啊 什么事呢 我在家做枕头套呢 你真幸好 绣的花漂亮 能帮我在枕头套上绣个花吗 我以为什么事呢 没问题 我这就去帮你修 小豆 你自己在这里玩 不准乱跑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听到没 妈妈 好的 小丽 走吧 你就这样把小豆放在这里 难道你就不怕他出危险吗 没事的 这不是有他在吗 啊 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这只母山羊能照顾得了小豆 是的 在小豆一压血雨的时候 这只母羊就温顺地趴在他身边 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着他呢 走吧 去你家了 大树下 小豆在那里独自玩耍着 母羊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 这时候一只大狗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他一眼看到了大树底下的小豆 然后朝起汪汪大叫了起来 小豆看到正朝着自己狂叫的大狗 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母山羊一惊 然后急忙跑到了那只大狗面前 离他远点 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 竟然还敢命令我 说着 大狗朝着母山羊露出了尖锐的牙齿 母山羊咧的大叫了一声 然后低着头用鸡脚朝大狗撞去 大狗立刻和母山羊扭打在了一起 听到狗叫声 羊叫声和小豆的哭声的母亲 很快从邻居家跑了出来 你这只赖狗 你这只疼狗 快走开 小豆 你没事吧 那只狗没咬到你吧 羊妈妈挡住它了 所以没咬到我 你说的没错 这只山羊真的会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保护小豆 它真是一只秤职的山羊妈妈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小豆渐渐长大 它已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而母山羊却因年纪大了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你真的要将它卖掉吗 是啊 它这么大年纪了 趁着还健康赶紧卖掉 要是生病或是死掉了 可就不值钱了 你说的有道理 今天镇上正好感激 你赶快带它去吧 爸爸 你这是要干什么 今天不是有感激吗 我要把这只老羊卖掉 换点钱给你买好吃的 爸爸 我不要好吃的 求你别把这只母羊卖掉 啊 小豆 你别说傻话了 这只羊已经老了 也不能生孩子了 再养下去 也是没什么用的 不管如何 我都不允许你卖掉它 好了小豆 你快去上学吧 我答应你 这只羊不卖了 你们不准骗我 如果我放学过来 看不到它的话 我也就不回家了 好的好的 爸爸说话算话 说不卖它 就绝对不卖了 好了 大山羊 你不会离开我们家的 永远不会 看来我们真的要将这只羊 养老送中了 当初他用自己的奶将小豆养大 或许在小豆心里 这只羊也算是他的妈妈吧 嗯 你说的有理 小羊为了感激母亲的喂养之恩 总是跪着吃奶 而小豆他的所作所为 也正如高羊贵乳一般 是为了报答羊妈妈恩情的啊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菠着菠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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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